哈喽大家好呀 因为我4月1号要去看韩运的爱很美味的电影 他们会去录演嘛 然后我就想说那给他们准备一些什么小礼物比较好呢 然后我就想到还是一样的给他们订一处花 然后李纯是我给他准备了一个那种水蓝色的黄橘是给他准备一个橘色的 然后韩运呢我的闺女呢我就给他准备一个水粉的那种 都是饱和度非常低的 但是我就想在韩运的花里面加一些小的点缀 那点缀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就跟花店的人说 我说能不能在粉红色的这束花里面帮我加一个酸酸乳 然后我给你点过去 找不到当年他代言的那个了 但是还是可以找到那个牌子的 就蒙牛的酸酸乳还是可以找到的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我想说现在赶紧选一个外卖 点过去送到那个花店 然后让他帮我做好那束花 然后明天周末 我收到那个花之后 晚上我就可以 给他准备一个这个 一期设计的小礼物 你点好 乳牛酸酸乳藏杯味 点一个这个 然后也适合粉色 非常好 好 我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准备 让我们期待一下明天送过来的花束会是什么样子 明天12点我就可以说到花了 期待明天晚上去看他们的电影 看到他们录演 我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到别人录演 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有看到过 但在国内我还没有看过 很新鲜 然后又是韩运演的 嗯 大家也多去电影院 是吧 知道了吧 送给他们的花花 已经在我的车上摆好了 这个呢 是给李纯的 蓝色 这个是给王菊的 它这橘色比较少 这样看起来 然后这个是给韩运的 这就是我说的小心思在这里 有一个酸 奶乐行为 我想要那个酸酸乳 我说只要是酸酸乳就行了 没事 它有个很大的酸子在这 它应该看一眼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出发了 走起 第一次带着花果进入电影院 有点神奇 我安排了三排十一座 太近了 我会被瞎掉 好了 我已落座 very very的近 每一个可乐都没有买 但是他们的照片全都是吃着爆米花 对 今天是有特别嘉宾的 对吧 一会我们请他们来 干嘛 我刚刚半天 没看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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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哥我们请他方便吗 到这里在拍 还准备了礼物呢 其实你藏的也太深了 是不是 然后一直没有被发现 来我们讲授欢迎爆炸 哇 欢迎嘉光 在成都的现场 跟姐妹一面了 他泡了四份花 突然问我说会来几位 哦 对的 很有心的准备了 来 谢谢 谢谢佳哥 分别带了礼物来 我演了还行吗 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三位都演得特别好 然后我想说一下 今天那个花准备的就是 菊姐就是橘色 因为你非常的热烈 然后非常的大方 然后韩芸最后说 唇都是蓝色 因为感觉他特别的纯洁 且有力量 谢谢 然后韩芸就是 赞甜甜就是我 我觉得这是他的标志 然后跟他的性格也很像 然后刚刚看电影 有一个部分非常的刺痛我 就是李纯在登录 那个社交软件的时候 说是因为水瓶座 你就是 我看的时候 好像轻轻地被扎了一下 因为我也是水瓶座 我也知道我很奇怪 但是对吧 不需要别人 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解释 我也觉得我自己 不会理解 特别好看 然后感觉三位 三位女生演得 也非常接铁性 然后很生活 感觉我也经历了他们 除了婚姻之外 除了婚姻和怀孕之外 其他的好像都经历了 非常好看 然后我也会去跟大家安利 这个电影 让大家过来 一定要进入电影院 来观看这么好的作品 谢谢 干嘛小花感动的 对 因为我就是生活中 其实局和城是工作和剧里头 然后但是佳哥是真的 生活中我们就会在 就像剧里面 就是会吐槽别人 然后但是也会互相吐槽 也再次谢谢佳哥 谢谢你 辛苦你 亲自来陪我们玩 谢谢 听起来就是我又大了 狂流汗 终于看完了 花也送到了 咱就是说 一个非常炎热的状态 剧场里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一直在冒汗 反正他们三个演艺 太过于精彩与激烈 所以我就一直在冒汗 你整个热 咱这不是第一次参加录演吗 然后你整个有一点射死的状态 有一点射恐 我就是不停地在鞠躬发现了吗 我就很射恐 但是真的电影非常的好看 very的好看 又好笑又好看 然后又能产生共鸣 姐妹 连心其力断筋的一种感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订阅 支持 大家记得去支持 爱很美味 好的 拜拜了 一次当特别嘉宾 感谢你特别邀请 来见证你的爱情 你的友情 越唱越来越习惯 好了 拜拜 小花加油 王曲加油 李晨加油 大家都去看 嗯 嗯 嗯